还是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的8月在云南发生了一起公职人员强奸四岁幼女的案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事情发生在今年8月24号晚上 当时正在自己的小门店里洗碗的刘某忽然听见门外四岁女儿的哭声 他说有个朋友子抱我 我说那以后他抱你你就 有人抱你你就叫妈妈不要他抱 然后他就好 然后他又走出来 我在那里面洗碗 然而情仅两分钟左右孩子就不见了 有邻居说孩子是被一名男子抱走了 这个人是以前在你这里剪过头发的 然后他又在那个银板里面住的 你直接就去里面找 他这个人叫郭艺词 他都说了全名的 刘某立即打电话报了警 并往郭玉池所住的小区跑去 在郭玉池家楼下 他看到了哭喊的女儿 民警随即赶到了郭玉池家中 将他带回派出所 小女孩也被连夜带到了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 随后民警确认了郭玉池大官县机构编制办主任的身份 9月24号 该案在大官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法院审理认定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且奸淫未满14岁幼女应从重处罚 但被告人郭玉池归案后 能主动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态度较好 应综合权案情节予以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5年 因原告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情况 同时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法院均不予支持 判处被告人郭玉池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这一判决结果 受害女童的母亲表示强烈不满 9月30号 受害人的监护人向大官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被拒绝 10月10号 受害人监护人向上一级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申诉书 昭通市人民检察院认为 大官县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郭玉池判处有期徒刑5年 未充分体现刑法第236条 奸淫幼女以强奸罪从重处罚的规定 量刑明显不当 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理由有三条 第一 一审判决未依法对被告人郭玉池从重处罚 第二 被告人作案动机卑劣 主观恶性深 第三 作为国家公务人员 其犯罪行为影响恶劣 10月17号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指令大官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何一庭 再审郭玉池强奸诱女案 原判附带民事部分与该案刑事部分一并审理 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